面对疫情,不少放盘业主愿意降价促销单位。部分大型屋苑单位继续录得低市价成交。沙田第一乘一个中层两房单位刚以555万元转手。成交价格价价价低约3%。 美联物业联值区域经理雍海杰表示。沙田第一乘20座中层私室。实用面积327方尺。两房间隔。永河景。为大单边。属优质户。新近以555万元转手。尺价16972元。教使价低约3%。他指出。该单位今年初放售叫价630万元。 最终类减75万元或11.9%售出。原业主在2001年12月以113.8万元扣入。约20年账面获利441.2万元或约3.9倍。同样位于沙田的富豪花园。G座高层D室。三房间隔。实用面积670方尺。 刚以708万元逆手。尺价10567元。雍海杰说。原业主在2012年9月以490万元扣入。 账面获利218万元或44.5%。 该单位现市值约830多万元。最终已低于市价15%成交。据悉。由于上纸楼下单位曾有女容因抹窗不幸堕楼。影响楼上单位造价。 此外。香港置业首席分区董事刘浩勤透露。将军澳日出康城半新盘Malibu 2A座高层施室。 实用454方尺。二房间隔。原业主去年底约2999万元放售。 中类减79万元或8%。以920万元成交。 尺价20264元。代理称。原业主2018年3月236.7万元一手扣入。 四年账面获利83.3万元。升值约1成。 美联物业联值区域经理中家豪卫。 全湾全景花园11座中层B室。 实用面积431方尺。二房间隔。放盘3日即获承接。 成交价618万元。尺价14339元。 原业主在2019年2月以600万元购入单位。 持货三年账面获利18万元或3%。 中原地产库分区营业经理李嘉宜清。 烧机湾落用掀中层D室。 实用面积671方尺。 三房间隔。原业主放盘1年。 起初叫价企硬1400万元。 近日受股市波动影响累减202万元。 以1198万元成交。 赤价17854元。 成交价教银行股价低10%。 接近2017年水平。 他提到。 原业主于2013年以901.1万元买入单位。 9年账面获利296.9万元。 物业升值约33%。